有句话说的好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你说这种引加钱 算计别人 最后没有什么好下场 你老是想着算计别人 那能行吗 你话说回来了 你见上算命的 够能算计了吧 到头来还是让人家 把它算计了 1月3号 这个19时许 我们接到报警 说一个老徒在八号城府被骗了 然后我们马上就去了 去了以后 这个老徒姓丁 是63岁 平时在施力院 这个西门里算个命 据他说是 有两个小伙下午 五六点钟过去 说是给他算算命 算命以后 他说他还给他哥也算一算 然后一会儿付钱 然后一会儿去吃个饭 就这样 这俩小伙子带着大闲 到一家反点吃饭 并且点了老贵的菜 就做反报之后 那两个人啊 就开始算计大闲了 这时候啊 大闲还没算出来 他接下来吃什么命了 吃饭期间 其中一个小伙走了 走了以后 但后来通过监控 通过了解服务员 说这个小伙 然后他说 好拿一条我也是 然后记得这个账上 一会儿有人付钱 那个吃饭来付钱 说他要送你 他先走了 然后一会儿 另一个小伙 出去找他哥 等了很长时间 没回来 后来问吧台 吧台说 两个小伙都走了 然后钱都没付 最后一结算 是580个多钱 这时候大闲才慌然顿悟 原来仔细背后 又无可卖喝 只能自讨腰宝 为这顿大惨 买单了 大闲也别倔着委屈怨的话 其实你们基本上算是通道种人 都是平时靠忽悠别人挣钱的 叫叫枪种自由枪种收 一个耿鼻一个黑 那你是遇上厉害的了 不管怎么说 你倔着是莫搞易吃 不要忘了 还有一句话 叫做道搞易战 好了 谢谢大家